食物 難道你搶麥這個手勢嗎 好,就這樣 然後 噢 城內的右側武器墊 其實鳥籠的罩了 這一個 哦 背黑色線 小的姑娘 他則和我問過路沒錯 那真是太好了 請問老張是否可以告知他的去向 你說說你他的朋友 可是他一直在叮囑我 不可以在他的去向告知任何人 老張 實不相瞞 這位姑娘那個劍甲 是他從在下這裡偷走的 持物攸關在下的性命 請務必醒個方便 雖然說的倒是挺像的 可是我答應那位姑娘在先 你又沒品沒具 這我怎麼好不守信用 這 不然我個責中的法子 我向他愛出名 讓人猜 不要到沒幾個 這等機制才是 你都能解除我兩個名 我就說那位姑娘的去向 好 反正的命都賠了 三個謎有無妨 結果說是我的性 結果說就是我的命 老張 請出謎吧 那是指靜庭了 什麼地方明明一滴水也不見 可是卻是這世上最多水 都老流不進之所 這 我就說沒幾個人破解我的謎 看你一死三課也解不了 等你解出這一道題 再來問我第二道題也不遲 哈哈哈哈 二師哥 我看這名古古怪怪的 我的腦筋能鈍 左思右想的小魔主 你想得出嗎 可恨 我現在心煩意亂 腦中也是毫無條理髒法 可是這就是我一定的線索 這下可怎麼辦才好 雖然我解剖是這名額的底 不過我倒是有個法子 法才聽要說這城裡 沒幾個人破解他的名 那就表示 有人能夠解他的名 師妹也一直是 找出這個人 是啊 這種比我們胡思亂想 審時得多 咱們不妨四處向居民問問 說不定可以找出此人 需求幫助 看來 也就如此了 好 然後呢 武器墊左邊 這位先生所說這位太索的現金 是我小有名氣 是我能夠告知大家一二 哦 你是深刻 也難怪也不知情 鋪央太索身性固執 也不起眼 不過他有無聲女 可是出名 標誌惠傑 聰明伶俐 多少人想追求都不得其門 不過 那都是那 熟舊物質的父親所致 他也像是 親切有理 會心巧思 不但是 情情書畫 靈絲作婦 樣樣出色 思想靈活的他 尤其愛猜謎 哦 猜謎 這位太索今天喜歡猜謎 是啊 就恰恰我們這位一個趙老 除了愛養鳥 就是愛出名 可是他那古怪的名兒 對靈娥姑娘來說 簡直比彈者還濃利 氣個趙老直跳腳 那要怎麼樣才能見到這位靈娥姑娘 他是太索前進 但是住在太索府裡 不過因為太索身心不外 於身人拼命往來 所以太索府不去穿越過 關停衙門 在其後方 不管是衙門口才一來關 你就過不了了 原來如此 都要先的指點 我們就去試試 對啦 如果差異不放心 倒是有個法子 如果沒覆沒母的孤童 大家就講到小豆子 平時在城裡晃蕩 到處幫人跑腿 不講不定 不過還是天生靈力 反應機密 所以很得靈娥如然的緣 本來想說他做地理 但他 嫌自己的出聲低鬼沒答應 不過靈娥 倒是哪哈 能夠自由進出太索府 你找到他 或可請他代入 找到炎鵝姑娘 我明白了 多謝先生 你找到小豆子啊 他等回來就幫我說 塞根的藥材 你知道這年紀彎腰收藥 可是一件苦才事啊 波波我來啦 啊 他就是小豆子啊 唉 這位沙發家在找你呢 你就是小豆子 怎麼你看起來挺壓抑的樣子啊 我明明沒信 大家管我叫小豆子 有什麼需要跑腿的嗎 別吵我年紀小 是啊 我是沒料到你年紀如此小 其實我有一事想請你幫忙 所以大哥不用客氣 有什麼小豆子能幫上忙的 你儘管說 是這樣的 我想見見靈鵝姑娘 想拿 房裡帶我引進 你們想見靈姐姐 有什麼事嗎 這 事情其實是這樣的 原來是這樣 我可以帶你們去見靈姐姐 可是他會不會幫你們 我就不保證了 你們先到洋門口等我 我幫婆婆收好藥材就過去 謝謝你小豆子 我考慮了 都不保證了 快去見靈姐姐 你那裡有什麼事 誒 小豆子 小豆子 你今天要來找靈鵝姑娘嗎 是 這兩位是我朋友 那麼想請年姐姐解謎呢 哦 有哪裡如此 新年姑娘結果沒出去 八成大老地方 連小的位置 這個去吧 多謝猜眼 林哥哥 高姐姐 跟我來吧 林姐姐 林果然在這 小豆子 金兒怎麼有空來瞧我 是啊 許久沒見到林姐姐 我也夢個發哦 不過金兒主角不是我 我帶兩個想見你的朋友來找你 兩位是 照相應前搖 這位是我師妹高皇君 因被一名所困 數位七年姑娘 林興 喬治 顧特使前來求教 這位少小客氣了 小女子談不上什麼大智慧 只欠不上檯面的小聰明 對殘米就有心得罷了 不知少小的名體為何 是何人所出 不瞞青年姑娘 就稱你一位照老爺所出 因為在下要跟他打探一個人的下路 過他出名要在下破解一交換 趙老爺 你也說那位暗鳥城吃 吃米如醉的趙老吧 正是 嗯 他自然是這般古怪 不過他的米也足為我的名義 你說吧 那這回是出了什麼題 媒體是這樣的 什麼地方明明一滴水也不見 可就在這世上最多水 多到流不進之所 剩下老頓 不得其解 而且清零姑娘之墊 看來這老 不是刻意刁你 這名以他的習慣來說 倒是不難 這個名字也就是老天爺 天老爺啊 啊 我懂了 日逃而出死 當然是一滴水不見 下去雨時 當然是流之不盡啊 老天爺下雨至古至今 當然是最多水之鎖 清零姑娘果然充會過人 這下盛坎欽佩 念少小夢客氣 竟然以席著尋人 就快去為妥 免得當污了 這些清零姑娘 讓我們再次就先告辭 她能不能有機緣 定當土豹 如此順水的知情 念少小夢是如此在意 可得差小女子呢 就當緣分 是個朋友吧 好 好 我們不能帶進去了 周老爺 我就冥帝解開了 你的名字是指天吧 哦 小夥子你倒不錯 我還真錯估了你 那麼就給你提示吧 遼陰遼遼遼 古宗戰道 這樣子應該明白了吧 陰遼 陰遼 這這怎麼唸啊 陰遼遼遼 古宗戰道 我明白了 多謝罩而已 哼 明白就好 等一下 快去吧 那地方離此不遠 哦 這樣提示還不夠嗎 那麼 第二個名 周老爺 你不會一直出名吧 而且為什麼一定要回他兩個名 一個不成嗎 哦 我沒說嗎 因為我們要找那個姑娘 他可是打了兩個名 我才告訴他路了 所以我們得回他兩個名是吧 那請周老爺也吃醬吧 看來你果然很心急啊 別急 別急 天底下有啥好事急的 聽好啦 什麼地方明明空無一人 可你說話 就是有人回答你 又是個怪題目 這 唉 慢慢想吧 哈哈哈 這題目就很簡單 看來我只是習慕 巧思卻一跳不通 而雙雙姑娘卻能過一次回答兩個謎 主見他的會心迷 會心迷失 二十哥 你還惦記著他 他都憲你不義了 你還 我 這我也說不上來 我總覺得他這麼做 是有苦衷的 因此非出 非出於他所願之事 二十哥對不起 我很笨 不敢幫你分優解了 師妹何出此言 我並沒有包他比你之一 你無需多心 你無需多心 現下之際 還是只能再去一趟太索婦 傷請清點姑娘再幫你一次忙吧 嗯 看來只能如此 咦 是你們 又要找清點姑娘嗎 是的 請官員通通通通 嗯 這樣是清點姑娘的朋友 能不能進去吧 別到處了 走 官員過去 就別過來我不客氣了 好的 多謝官員 我 我 我不在意 我也不會放棄的 只要你的心意是真的 就算我高期要跪在她的眼前 我也不會猶豫 七哥哥 你竟然委 委屈如此 李婉的心意雖然競爭 但是不知道你堂堂 哪有效果受辱 若老天真難 成全 就來自再接人意吧 不 爺妹 你別發閃念 是 是誰 對不起 清點姑娘 我們是不是 打擾了兩位 啊 原來是硬梢小的高姑娘 沒事 我們只是在做些私下話 爺妹 他們是 他們就是我剛剛跟你提的 來托惡姐 趙老敏的兩位新朋友啊 哦 原來如此 我叫高七 是個不懂打旅數的出來 兩位連殺 俠律 可別見小 我們不是 是大花哥啊 我們本同姓氏為高 那就800年前是同一家 大花哥就不客氣了 倒是打擾了你也 青年姑娘在此談心 我們先對不住就是了 呃 其實我 先別說這些客氣話 我們這次前來 我不是招勞又出你的吧 是的青年姑娘 我們的確必須回答兩道謎題 只是前來 還必須麻煩你 英少俠不用客氣了 誰叫謎題告訴我 我今天試試 是的 只是謎題為 什麼地方明明空無一人 跟你說話就是有勇回答你 嗯 看著趙老真的沒有刻意為難你們 只是名是意識新交 想不通道理罷了 其實這個謎題則是骨坑 有骨有坑 好話回聲 就是如此啦 唯然如此 如此簡單 我們都沒心想到這層道理上 你們是誰 為什麼闖進我太說服 爹 他們是我的朋友 咋下眼前咬 冒冒前來 是為了求助青年小姐 你這丫頭騙子 幾磅花鬼女 交什麼朋友 你們都給我馬上離開開仇撫 尤其是你 你們這低所的情緒 你又在做什麼 我不是說過你要是敢再來 我就要對你不客氣了嗎 來人啊 爹 北無人高大哥 是我 是我自己想見他的 你只當我喜歡高大哥 我們是相屬 相許的 請爹成全我們 你這賤丫頭 只丟進我的臉 平時我教你的禮數呢 都到哪去啊 爹 我雖是女兒生 但我有追求自己 一生幸福的權利啊 高大哥對我是真心的 我也是真心的 爹不是也一直希望我能夠幸福嗎 你 你 你分明想把我給氣死 不會 我不會奶們的如願的 來人啊 把這些賢雜人給我趕出去 通通趕出去 來啊 我高氣 我高氣 只會怕著你們 不 高大哥 你先離開這兒吧 你妹 這個秦少 還不快滾 哼 嗯 那你們兩個還認得這什麼 我留下足課令 該不是 要我親自送你們出去吧 抱歉 你大哥 高姑娘 不要緊的 那我們就先離開了 高氣兄 是否請稍等 原來是翻成兩位啊 怎麼 沒收到足課令了嗎 我們一方自意叨勞 被逐之是沒有任何可怨 但是你跟青年姑娘 唉這件事與我們無關 我還是到課長灌點已久 暫時忘記這件煩惱的事吧 師妹 我們走吧 好我們先去 客餐裡找高氣 這邊劇情都很長啊 雖然是支線劇情 但這邊都很長 唉你在哪裡 高氣兄 我找到了 高氣兄 你就別再悶不作聲猛喝酒了 英雄弟 你們這邊坐 聽我到來吧 掌握了 給我順了好久了 來 談言語句 硬少俠 你也覺得我這個人如何 好久了 雖然教堂位置百句 但主感 高氣兄的好詞 爽朗 爽朗 真情自信 是嗎 是嗎 是不想嗎 我並不是的 我倆修練千年 擁有化形 之意的黑熊 啊 你是黑熊精 是面目的金寬虎理 萬物皆有零星 更勇敢能夠修練千年化形 高氣兄 我一抹向你自上 肅精的自意 肅精不敢當 不過 卻使我趕快 對我來臨毫不壓力的 英少俠是第三 第二人 高姑娘法令到還正常 大部分的人 都笑著掉頭就跑 說來自殘 大多人們本是 排擠一己之性 面對高氣兄 正等一人 一般來說幾乎是 金黃奔逃為首念 這我也明白 因此我本人都 都在身上扶持 折服 稱有天人獻神之典 告訴我必須 秉足殺戀 如數淺修 如死方有機會的精神弦烈 我寒熟的零獸 只是七年前 七年前我因物事毒草 甚至昏沉和焦躁地 在山中亂闖 博物身被截隊的狩獵 狩獵的催民發現 我無意傷他們 可是他對我卻射箭 織毛 我傷很累的逃窜 險些胸襟重啟之死 一個臨方十多歲的小女孩 雖然沉浸落 但眼中卻是無謂的勇氣 她看到了我滿身的邪雨傷 竟然獲得龐大勝去的我 乘在高潮施縫中 這個女孩兒 是青年姑娘吧 是的 其實她與我最大的恩惠 並不是她護衛我的舉動 而是她的喪心 換回我的理智 讓我在修煉考驗的懸崖上 雷降 不至於在當下一直衝動 誤殺那些人 我一直感念這些 這些 於是在能夠畫人形之時 決定下山找尋她 好好向她道歉 半年前 我來到埔陽 憑著直覺 對她的氣息的記憶 我認出真的 叫孩童的隱私唱曲的她 當時她進來 這位大哥 你有興趣聽詞嗎 呃 我 是啊 這曲真好聽 是嗎 這曲是我資格胡亂編的 環槍左板 讓你見笑了 不 不會的 真的很好聽 我沒見過你 你不是浦洋城的人吧 啊 是 是 我的確不是浦洋城的人 我是來浦洋城 找人的 喔 找什麼人 瞧你就是知道是深刻 或許 我能幫你提供一點一些消息 我 我是找我的救命恩人 她是個十多歲的小女孩 身上有股清涼的菱花香味 就 就跟你一樣 是嗎 那她姓什麼名 這 我不知道 哎呀 林姐姐 這位大哥哥已經喜歡你了 你看她的臉都紅通通的 欸 小武不要亂說 林姐姐臉也紅了 你們這些小皮筒 真不像話 啊 林姐姐生氣了 我要溜了 啊 對不起姑娘 方才 呃 多有事來得罪 我向你賠不適 這沒什麼 都是小孩子口沒遮攔 頭也無盡 你可別放在心上 我不會的 不過我都讓我請問姑娘 是我曾經到過太山 是啊 你怎麼知道 那麼 你 你可曾出手過 救過玉桃獸上的黑熊 咦 是啊 你是那套黑熊主人嗎 呃 我 是的 我當時跟我沒有勇氣承認 我就是那頭摸她救命的黑熊 我是冒過嚇壞這樣一個陷入女子 怕她會以為我是信口開河的燈圖子 但是 姑娘 請說我冒冒問你一句 為何你當時會救那頭熊 那頭熊 那以後可能不然一頭摸下肚 你不害怕嗎 害怕 當然會害怕 只不過當我看見 一身是傷了他 我卻覺得他應該比我更害怕 尤其是 其實我那時瞧見那頭熊的眼神 我心裡覺得 他不是一頭普通的熊 我小時候跟過爹看過被捕的熊 那股心傷的野性 在牢裡濕火的狂笑 那真是令我難忘了擋戰 但是你那頭熊 非難聞不到半點心氣 還有一股令人安心的野草香味 嗯 就像你身上這個味 是 是嗎 你怎麼了 啊 是我太失禮了吧 真是對不起 不 哇 心裡頭竟生起一種奇怪的感覺 但我 不是該有這個念頭的 我有斷絕這個念頭 我 欸這位大哥怎麼不說話了 對了 忘了請教你個性大名 我 我沒有名字 欸為什麼 你 姑娘 不管你信或不信 我其實 就是那隻墨魚鎖救的黑熊 姑娘為何發笑 莫非姑娘以為我在說笑嗎 不不不 不是的 我是想有你這麼憨直的熊嗎 怪我等你要吃素的 想到這 就不見笑得出來 哼哼 呃 姑娘相信我的話 你不害怕嗎 我放在說了 如果你吃素 我還怕你吃我 更何況我會了一頭熊這回事 除了我自己以外 知道已經是那頭熊了 說你是那頭熊的主人 這真的是不合理 是嗎 姑娘這是會自然心 欸別說這是客道詞 話說回來 你這是黑熊化成的人形嗎 我之前 曾經在敵我不許喬的書上 知道有些修煉得到了仙獸靈寢 沒想到我這個可以漸長 這死人雀躍 事實上我不只相信 也還很嚮往 對了 你是不是可以教教我 我是不是能夠修煉成天際的仙子 這 我 我是說笑的啦 出乎 出乎意料的 她非常接受 有沒有表達絲毫的鄙視 不由得是我那個念頭加速生根模樣 這也是我最不該之處 高大哥你 是不是喜歡上的青年姑娘 是的 我發現自己出現這個念頭時 我其實相當懼懷 我 只是一隻野獸 何有資格 別這樣 高大哥 我想青年姑娘 她應該沒有嫌棄你吧 是 何其我信 裡面她 她說喜歡我這個單純帥子 沒有心機 還說什麼 甚至連人都比不上的 我這個名字 還是她給我起的 所以 或許這也是我的考驗 古大人 她知道你跟青年姑娘的事 讓她知道你 是的 古大人是個正直青年的好怪 所以裡面性子才會如此弱弱大方 也因此 裡面本人認為父親殷可可以接受 其實古大人 隨不講文當護盾 但我的身份 她大大的震驚 發了一頓雷霆之怒 或者裡面再說她也收服 跟黃倫與我相見 無論我怎麼如何肯求 她都不肯答應 我本也想放棄 但裡面她 我 我 謝謝你們聽我吐了這麼多的苦水 對了 我身上這裡有一個著名風刺 我想是用不著的 既然我有緣 不如 你就說上她吧 其實我覺得高哥哥 道高哥和青年姑娘這樣子 還算是幸福的 因為至少 他們是相愛的 好 我們找到了 好 你們小豆子嗎 怎麼在哭呢 連姐姐跟我說她要離開這 以後再也見不到面 因為古大人要把她嫁出去了 這樣啊 那你們跟那個高大哥說 連姐姐就是讓我拿封信給高大哥 但高哥哥看了 大叫一聲衝去太守府了 我想高哥哥一直不使連姐姐走 好吧 嗯 事情似乎不太對 師妹 我們要先到太守府瞧瞧 嗯 還好我有存檔 要不然 前面的劇情都白費了 怎麼這些衛兵都不見了 該不會 連耳 連耳 師弟逼死了你 連耳啊 這 這是怎麼回事 連姐姐 哈 高大哥 你 你的畜生 請走 連耳問了你而尋短 你居然 居然還小得出來 瘦就瘦 怎麼也不會有人的感情 是的 我是野獸 我就是一隻不折不扣的野獸 什麼人世間的情啊 什麼有恨的真心 哪是妄想 哪是痴念啊 明白了吧 看到了吧 死心了吧 你就是瘦 到時都是一隻瘦 不管怎麼樣 也不會是人啊 不會是 永遠都不會是啊 大哥 大哥 我以為這雙珠子裡是 我要永遠刻骨記住 我只是一頭獸 任世間的一切一切 與我相關的 就是只有落落牆死 只有力量在追求 想要什麼憑我 安逸 那全部是我該有的 我的宿命 就是 殺 力量 我給你力量 啊 高二哥他消失了 他要上哪去呢 可憐的青年姑娘 二十哥 你怎麼了 你的眼神不太對 那聲音 又是那聲音 什麼聲音 不 沒什麼 好 我們高興的 事件到這邊結束 這邊 還算蠻完整的交代高期的 高期的事情 還蠻完整的 OK 怎麼 解開應道體啦 是的 丟到迷迪斯長國坑洞吧 唉 是我老人不如靈光了 還是現在年輕人都怎麼會解 好吧 那我也不實驗 那姑娘去的地方 叫做霧谷 殘年農物曼谷 在地蒲陽城不遠東北方 谷中我站到東行 膽子曲折也危險 你們如果要去 要多留些省 我們會的 多謝少爺爺 好 霧影張道在這裡 這太寒傷了 這裡的屋好濃 嗯 骨俏弦道 道險 是不是要多加留意 好這邊有一個 往前 到 第三個岔路 一二三 然後咧 往上走 好多地人 啊 這也是說這邊往上走 是嗎 是嗎 力量 果然是很強大的力量 哈哈哈哈 高大哥 你們是誰 傷口高齊決意勝負嗎 我還是想要這把劍 不可能的 沒有人可以贏得了我 我要殺了你們 糟了 高齊兄似乎失去理智了 我還是沒小心 高搖喔 開動了吧 不行現在沒有辦法 即使讓他中毒 我也打不贏 哈哈哈哈 強大的力量 就是這種強大的力量 這才是我所追求的 這才是真實的 切崩 那我就能得到你 一爐彈子 合成問題 騎 見 見假 找到了 人在這 事情的經過就是如此 我被陰前仰之錯 請師尊和長輩責罰 戰女 羊兒我信得過 所以才交給他護前重責 如今神劍丟失 我方正月難辭其咎 必須一同負其辭罪責 不 師父 這都是千羊姑父師父的重頭 不如師父的教壞 千羊萬事都難嘗其咎 哼 沒門到師徒情聖 但是神劍們守護了數千年 而無情卻在千羊們手上丟失 我們到時搜索 這筆帳 該如何清算 師兄 我們就先拿一堵線子 咱們可以一起商量對策 別商量朋友何妻要求 不一樣 神劍丟失 忠師兄會發脾氣是人之常情 跨街池是使我千羊們先愧對大家 好了 為咱們不必討論責任問題 今天我們在此的目的 是要一起想辦法尋覆神劍 大家還是以激光想法為守護吧 殘女所言神事 皆之為納悶者 為何封印神劍之事 經一千年結果有差死 也鮮有少人知道 為何此事卻接連出現獨劍者 而那名叫做雙雙的女子 就已經適合來歷 她為何知道 移轉封建之日於所在 那還不容易 這種野心者 最後進行拷問逼供 孝陽則是壓 事實自然可以水落石出 孝陽這實話是唯一可以獲知 世子的方法 但是威逼行求 並非是正派所映入之位 不然我們能夠自我 讓自己說出來嗎 是啊賽女 你看這名女醫師 只抓來之後 滴水未盡不怕硬 白明是覺得性質不肯理睬 比我之間沒有威逼依反 因也是不成的 我空空派 從紫雲分門治理後 低下地質也小而有精進 偶有心無自創戀者 流氧脆神針 你腰味增後 滯入血脈 何時的神智恍乎 又問必打 原真雄的意思是 於此物必攻 這方法倒挺適合的 宰女 你以為如何 這 各位師伯 請出網輩質疑 網輩以為這種方法 用來對付一個怒女子 明明有失正派之位 這跟私用名謠的邪魔歪道 並無不同 做口 你知道自己身份的罪責嗎 那不是因為你酷獻獅子 我們大夥方在做傷手 居然還敢教訓我們 你的膽子也太大了吧 地質不改 夢長們不必動 這風華好積下來了 但是因獅子所顧列並無道理 我想各位 還是先讓我心態燈之隱 推算奪獻者的去證 至於這名道歉的姑娘 既已成間下求 我們在此不須多加費神 忍真無任何下路 再也審訊不止 僅僅在你所說 至於松陽派工程掌門 補優的奪獻者 或許有想奪力 以解禁風 就放棄你數位林拳風正手 務必不可能奪獻者 驅走證魂令牌 僅存在你所說 我這就回本門 特之先行告辭 那麼各位 就先請各自回訪歇息 回訪力量被分散 請各位丈夫離開至雲派 待我太戰友的結果 就請告知各位 二師哥 你受折了吧 我五肩十字 理應受折 可是你不要緊吧 你看起來心事重重 除了對不起師伯的期望 剩下的 只是我自己的胡想罷了 那麼 這位師伯 決定如何處置雙雙姑娘 主師伯和牧師伯 提要用最神針 最神針 您說做話那傢伙弄出來的鬼玩 鬼玩藥 那可是向民藥 試得下了東西 師伯們怎麼同意在雙雙姑娘身上 不 神卻公主並沒有立即同意 只要行太戰之矣 但是 二師哥是擔心雙雙姑娘的安危吧 不瞞你師妹 雙雙雙欺騙我們在先 又盜走神劍 但是他畢竟沒有對我們下毒手 主見他並非大惡之徒 也或許會有苦衷 二師哥你 要去看看他嗎 師妹何出此言 雙雙他怎麼了嗎 他似乎有著必死的決心 我問他什麼話 他都只是靜靜地看著我 非常之之不土 也不肯進食 但是 如果師伯不為然他 那倒也無常可擔心的 但你也知道周崇周花那兩個 口蜜附近的壞輩 看到他們對雙雙姑娘那副 眼樣嘴硬的樣 加上你又說他們 有意使用最神針 我主持有些擔心 又是他們兩個 這些看著雙雙在此 真有些不妥 但為何師妹會認為 我卻有用 我也不明白 這是女孩子的知覺罷了 二師哥 你要去嗎 嗯 我知道去 哇 跑得跟 跑得跟飛的一樣 你看啊 黃軍 黃軍都哭哭了 二師哥 這時候紫雲派也遞了 你好大的膽子竟敢喘 保身民來 我哪天群們和弟子 殷千陽 說來者是客 原來紫雲派是像戴客的嗎 原來天群們 這是事情 敢問英少侠是來神官犯的嗎 嗯 他還好吧 我的意思是 還聽話吧 我們也不清楚 紫紫的婆娘玩起來的狠 只字不說 嗯 我知道了 我去看看吧 好 這邊可以存檔了 雙雙姑娘 雙雙姑娘 是我 雙姑娘 雙姑娘 我知道你一定認為我來心思問罪的 但是很奇怪的 我就沒有對你指怪的意思 我認為你是我苦衷的 不是本意 雖然我承認 在清醒過來那時 我提前約你欺騙的我 但是坦白說 我想要找到你 除了追悔神劍 更多的是想聽你的解釋 其實除了你道歉一事外 我還是很高興的是一個妹子 我也願意忘記過去 選人再相信你 只要你可能親口對我解釋 爽妹 爽我對不起你 英大哥 你就當作沒見過我吧 不 發生過的事 是沒辦法謀滅的 告訴我 你有沒有什麼道走神劍 你到底是誰 其實我還是來自地界 九離之名 我也不叫松霜 那是我家女娃人 之名 其實我的真名是農業 九離地界 我曾經似乎說過 原果皇帝持有之大 持有戰敗 以至九離主退居地界 你是持有的 後裔之名 你叫農業 是的 你相信嗎 那 你又為何偷到九一天尊劍 英大哥 請你原諒 我的確難言之以 雖然不能告訴你為何道劍 但是那把劍對我族人 確實有重大意義 我不得不 原來如此 那麼 只有你一個人 是的 但是你願真相信我 你不怕我就是欺騙你嗎 我相信你 不過新人是互相的 你怎麼也相信我沒有欺騙你 不是要套你的話 我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直覺地認為 我可以相信你 但是這理由 我說不上 是 是嗎 我 我也是毒師 那把劍 對你真的很重要嗎 是的 如果可以的話 我願意以性命化學那把劍 我明白 我明白了 你你你明白什麼 你說啊 你明白什麼 你說啊 你是不是喜歡人家 你是不是看人家漂亮 然後他搶人家鑰匙 兩位就是對不住了 如果可能接著勞煩鑰匙 一猛會感激不盡 你今天鑰匙做什麼 你是想接一球 正是 得罪了 我說解就解 唉 我按錯了 喔呦 打不到 超捨的喔 居住的火光兵劍喔 唉唷 我什麼時候被打死他 打死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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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是這麼想的 你不應該相信我的 我曾經騙了你啊 我說了我也不明白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麼離出同學 對 我知道流言磊匙力是危險的 竟然要去尋神劍 你也希望同行吧 那 你的處境怎麼辦 你這樣子 罪罪不是更重的嗎 罪罪我不在意 我一直在意事情對錯 還有我的恩師 跟一直相信我的師妹 但我相信他們會諒解我的所謂 別再猶豫了 我們快離開這吧 恩 謝謝你 殷大哥 龍爺加入雅 太扯了 太扯了 金雅 太扯了 我記得他走 等一下他走他的祕道吧 我印象中是他走祕道 到處都有了 這機會比我想像的深眼 這個花園 這個花園 似乎沒點所謂 師父 是你把它放出來的 是的 我 是你把它放出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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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我願意請罪 好啦 你們倆都別再爭啦 我可承受要責備你們的話 姑娘 你叫龍夜 你是低階九里之名吧 你 你怎麼知道 古書所載 九里坐陰無法目視陽光 因此斷入低階數據 氣息平寒 服貌白心 用名也無姓氏之辯 只是 你怎麼能夠不聚陽光呢 抱歉 我只能承認我的確是九里足人 但是其他的 是我難以奉告 那你逃走的目的是什麼 我需要那把九里天尊劍 哦 互相理由 你應該是不會告訴我 但是你能夠說服羊惡也是不易 嗯 師傅 這是 這是紫雲派的地道路口 所以好些年沒拿木老和這做客 但他們倆 他們這個逃命地道我倒還記得 你們倆快從這裡離開紫雲派吧 你也放我們走 哼 怎麼 不相信我 師尊對千陽的信任與恩情 千陽今生粉色也無以為報 嗯 你有這份心就不枉費威斯頓的教誨 但是你的宿命還有更大的波折 到時我也是幫不了你了 你也好自為自 是的 地質景氣 奴葉姑娘 我這徒兒盲衝不懂事 今後就讓你多多照顧了 啊 我 我會的 我會在此歇會前輩的恩情 楊兒 這些單要你帶著 對你應該有些幫助 師傅 好了 莫再督眼 快走吧 唉 你們倆的命運交錯 究竟是結還是結呢 只能開門的緣分與上場的安排 我們終於離開紫雲派了 太好了 榮葉姑娘 是啊 真是多謝英英大哥 還有尊師 你們真的好人 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 我實在不懂 既然你還會是英大哥 那你就是我的妹子 就是自己人 自己人的話 就不用刻刀了 自己人嗎 前陽熊 我也沒太平心了 怎麼你們不是自己人 我們 就是外人 是你們 喲 是啊 沒想到你們能找到密道逃走 要不是周崇兄 查取密道路口已夠了痕跡 而你以為我們在捨埋伏 否則 也追不到你們啊 嘿嘿 姑娘 何必急這裡一個寒 我們都還沒進到兵主之宜 何必走那麼急啊 只要你不抵抗 我保證不上一個寒貓 哼 有本事 我們就過來 帶本姑娘回去 哈哈 你們經過密道 突破重重之外 早會精疲力解 更何況我們人多是眾 抓你們 簡直不費摧毀之力 是 啊 小姑娘 你以為你們好得掉嗎 除非有天線來救你們 否則 你們是差次於男女 逃離此地啊 可惡 可惡 二師兄 永遠姑娘 快跟我走 哇 好刺眼 那是什麼 無敵人家看不見啊 冷靜點 那是一瞬間有強烈常況 狗回合就好了 好了好了 我看見了 欸 門呢 我又看你知道跑了 欸 想到他們竟然冤病 可惡 好了 我想到這 周桑珠荒那兩個壞邊 應該都追不上了 咱們可以歇一回合了 四妹 你怎麼知道我們會在哪 是師父告訴我的 他說你救走雙雙 對了 是老營業姑娘 讓我自己決定 要不要 跟著你 這是多謝年 高姑娘 謝謝你和殷大哥 一樣 不計前嫌 我 我只是相信二師哥 你們兩怎麼了 沒有 只是你們兩位 如此相互信賴 信任依賴之情 令我好生羨慕 我 我也師妹從小一起熄悟生活 我的個性 總是 忙直不羈 總會師妹為了打點提醒 因此情童手足 永遠姑娘 難道沒有其他兄弟姐妹嗎 我 曾經有個像姊姊幫的好朋友 她是我唯一可以說話提起的人 但是我們已經分開許久 至此以後 我都是一人獨醒獨我 原來如此 咦 怎麼會打漏聲 會不會走從珠王他們又追來了 聽來不是 因為這似乎追兩個人的聲音 跟方才一群人差一頗大 嗯不知道是誰 我們先過去瞧瞧 好 你是鬥不過我的 還是怪怪把東西交出來 哼 你有小虎怕死 哼哼哼 你骨子硬是吧 看來你知不知道落到諸聖手裡 什麼叫做求死 求生不了 求死不了 惡徒 休得放置 什麼 是誰 想管閒事 正式 好痛 法術我還是蠻痛的 你看 看來龍帆 ес puntos 穩最好... 在這裡 facing 滅 S 雷 誒 哇 這是高昂豬 沒有比較痛嗎 那薄弓弓箭又被打倒了 誒 真的 嗯 沒想到你們還有兩下子 小虎 算你命大 不過等你落盪死 就當心你的小命 逃走了 狡猾的惡毒 這位壯士 你還好吧 壯士 剛才受傷得不輕 而且我們出手相救 但一方先昏過去了 傷得那麼重 真是可憐 多謝三位大舅 在下小虎 不知三位二人如何稱呼 在下天圈門地質應前仰 這位姑娘是我的師妹高彭君 至於這位姑娘 叫我容易就行了 哦 姑娘名字真奇特 莫非是來自西域的外方人士 算是吧 不過這不重要 光是小公子 應可遭到惡人追上 誒 處在下無法奉告 那小兄 現今預約何往 死不相瞞 我在找尋一件東西 所以是去無定下 居無定數 那麼小兄不嫌棄的話 可以先跟我們同行 也好有個噪音 免得惡徒再來成羞 是啊 你的上午方才聊妥 先跟我們一道走 等你恢復元氣 否則你恐怕會沒命的 也好 那我是憲 憲尼諸位 到離此不遠 他遠程歇個腳 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嗯 有了 肖胸帶路了 好 太遠程 哇 他是自己走的喔 哦 好吧 好 我們到城鎮了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啦 噢 好累喔 累死我了 然後我們可以先幫 相互 欸 裝個裝備 直接變超強 好 就這樣